及时新闻综合报道,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经18日在北京登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开幕式发表了余三小时的演说,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等,但中国学者认为习提出的新思想大部分都是以前共产党说过的老话,没有什么理论创新的东西。 习近平今日上午代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提出全文约三万两千字,提为决胜全面建成草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并提出了一个全新概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演说中提到新时代高达三十六次,远多与中国梦十三次。 BBC中文网报道,北京政治观察人士邓玉文说,这份报告可用四个新概括,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和新精神。 他要开创一个伟大的所谓新时代,这个伟大的新时代要有一个新的思想来指导,要具备一个新的目标,开创一个新的精神。 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则表示,提出新时代是为了强调习近平的时代,为了今后他能继续长期掌权。 以前的宣传已经说了毛主席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让富起来,他是要强起来,新时代指的就是他的时代。 张立凡也指出,这份内容面面俱到的报告,和中共过去的文件差不多,堆砌口号,宏大目标,拼幅太长,重点不突出,就算有一些新举措,新目标,但但习近平提出的新思想,大部分都是以前共产党说过的老话,没有什么理论创新的东西。 张立凡更指出,报告中有一些内容,比如依法治国,现在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有什么依据能让大家相信你会建设法治呢?